进行推论 我们这礼拜要开始来看 怎么样子从样本里面找出的这些统计量 透过这些统计量来推论说母体的参数到底是什么 OK 那这种推论母体参数的过程就叫做推论统计 那统计有用的地方 绝大部分也就是在推论统计上面 因为你可以去推测母体参数的时候 那个统计就会变得比较有用 那如果我推论出来的母体参数 可以很适合的去描述这个母体的话 那我得到的 再从这个母体再去产生样本的时候就会很精准 OK 我去得到的那些模拟过程也就会变得很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看到的是叙数统计 从样本抽出统计量 那这礼拜我们要看从统计量开始进行推论 OK 那请注意我们上礼拜所抽出的统计量有样本平均数 对吧 这个样本平均数可以用来推论什么呢 它可以用来推论母体的那个μ 也就是期望值 OK 就是那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 那我们上礼拜还统计出样本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可以用来推论母体的什么呢 母体的变异数 OK 所以我透过μ来推论 就是统计量的s bar 平均数来推论 推论μ 然后透过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s来推论母体参数里面的sigma平方 对不对 s平方可以推论sigma平方 OK 那这个就变成推论统计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推论统计的部分 好 那推论统计到底是什么 好 叙述统计它纯粹描述样本的特性而已 但是推论统计必须根据样本 去推论出母体的分配情况 但是这种推论绝对不会是说 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了 为什么叫几率统计 就是它永远你都不知道它应该下一个会是什么 因为它是随机性 但是问题是 它这个随机性呢 你还是可以大致掌握的 这才需要做统计 那所以它是一种几率性的推论 几率性的推论 你不会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但是你可能会知道下一个 譬如说直骰子 你可能会知道下一个是三点的机会有多少 OK 所以它是一种几率性的推论 那推论统计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叫做估计 好估计是什么呢 估计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点估计 第二种叫做区间估计 那点估计是什么 点估计是根据某一个母体所抽出的样本 那个样本序列 那我们从这个样本序列里面呢 就可以得到比如说直100次骰子 或直100次铜板 你会得到正面反面正面反面这样子的系列 那最后就问你说 那请问你直的骰子 它的直骰子点数的平均值是多少 你就可以算 那你从样本里面算出那个平均值X bar之后 你就用来推论说 那母体的平均值应该是多少 那母体的平均值μ 最后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X bar可以用来估计μ 而且在数学上面 可以证明 在那个样本数很多的情况之下 它会取近μ OK 而且样本数越多 它取近的越好 那同样的用母体变异数 用样本变异数S平方 可以用来估计母体变异数S平方 OK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是 比如说某个东西的比例有多少 那你抽出样本说 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特性 另外一个东西有没有这个特性 做了几百次之后 那它的比例也会趋近于母体的那个比例 OK 那这些都是 你用某一个样本 某一组样本 所计算出来的算式 就可以用来估计 那个母体的某些数值应该是多少 这个叫做估计 估计 那现在所说的这种估计呢 因为我们估计的是一个数字 精确的估计 估计值放在一个数字上面 这个就称为点估计 那我只估计那个参数的最可能值 这就是点估计 那点估计通常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不偏估计式 也就是说 它不可以有偏差 什么叫不可以有偏差呢 就是它的期望值 期望值 那个估计是height 这里有个height height θ呢 必须要跟那个被估计的数值一样 这样子就没有偏差 那这个条件在我们所用来估计的所有的 像μ啊σ 我们都会要求它要符合 那另外一个叫区间估计 区间估计我们就不是估计一个点 我们是估计说 这个θ值呢 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的几率有多少 那通常我们是反过来 是说 这个θ值在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底下 我们会估计说 这个θ值在百分之多少的几率底下呢 那它的范围应该在哪里 反过来 就是本来是说 在某个范围里面的几率有多少 但是如果我确定几率的话 那我就可以调整范围 OK 那这个就叫区间估计 那通常我们 你比较会常听到的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就是说 这落在那个区间的几率有百分之九十五 OK 叫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 那这个是有关于估计的两种估计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那我稍微再把这一页讲完 讲完我们再下课 好 接下来是检定 估计完之后呢 我们会估计懂得怎么估计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东西叫做检定 那这个检定呢 各式各样的检定都有可能 那到底要检定什么呢 这里会有两个假设 一个假设叫H0 一个假设叫H1 那通常我们想检验说 某一个假设H1 这个叫实验假设 H1有是不是可能的 那通常我们必须要先反过来去看说 它对立的假设 就是跟它相反的那个假设H0 是不是H0不太可能 如果H0不太可能的话 那H1就很有可能 因为它两个是刚好相反 所以这个H1通常叫做研究假设 那或者叫对立假设 那H0呢 通常叫做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的英文 就是neur hypothesis 就是各位用C语言的时候 不是常常会写neur 有没有 或者C sharp 会写neur 那个neur OK 虚无 那所以这个H0称为虚无假设 H1称为研究假设 那这个东西在各位 如果未来你要念研究所 这个东西会变得很重要 如果你不懂几率统计的时候 你做的实验通常是乱做一通 那你懂几率统计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我应该取多少个样本 我要做多少量的实验 才可以让我这个实验的可信程度 达到95%呢 OK 那所以透过推论统计 我们就可以用检查实验结果 到底是不是有显著性 那所谓的显著性就是说 它到底这个实验所表达出来的 的那个 那个 肯定或否定的程度有多大 那所以实验到底 对H1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 你可以有多少信心 OK 那因为H0是H1的对立假 假说就是 不是H0就是H1 所以H1就是NotH0 所以一旦否决了H0 就是接受了H1 一旦否决了H1 就是接受了H0 OK 那进行实验推定的时候 就会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可能是 假如H1是真的 但是你却实验结果就把它拒绝了 那就代表你犯了一种错误 对 这个错误的几率假设是α 这叫行一错误 那H1如果是真的 结果你拒绝H0 那就代表接受H1 那这是正确的决定 OK 这是H0为真 这是H1为真 那刚刚这一格可能讲错了 是H0为真 但是你拒绝了它 所以这是行一错误 几率α 用α代表 那如果H0是真的 但是你实验结果 无法拒绝H0 无法拒绝H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证明H0是假的 那这是对的 因为既然它是真的 你当然不应该拒绝它 所以这是正确的决策 那如果H1是真的 那你实验的结果呢 却无法拒绝H0 你应该拒绝它的 拒绝它才代表说H1真的 我认为H1应该是真的 OK 那结果如果你H1是真的 但是你却无法拒绝H0 这就犯了行二的错误 那它的几率呢 我们通常用β表示 那这时候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我得到这些真的 这种正确决策的机会 越高越好 它得到错误决策的机会 越低越好 OK 那这种就是什么 科学实验 每一个科学实验几乎都有误差 都会有某种的不准确性 这些不准确性 你都几乎可以把它化成 某种几率的行为 OK 比如说你在接受无线电波的时候 总是会有杂讯 OK 那你0与1 有时候0会变成1 1会变成0 那这些机率 当然要让它越低越好 OK 那所以你可以用像 像这样的简定来简定说 μ到底是不是 可以被否决 就是说我认为μ是3.5 这个假设到底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否决它 我可以做实验来 就是一直投 一直投 投个100次 我就来说 那我投的100次结果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你这个μ不太可能 OK 那我就可以用s bar去简定μ到底有没有可能 OK 像这样子 那甚至也有那种两组样本或多组样本的简定 那两组样本的简定通常就在简定两个μ之间的差值 或两个sigma之间的差值 或两个p之间的差值 甚至是两个中位数之间的差值 OK 那这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那接下来要讲的部分有 有估计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单组样本的估计 两组样本的估计 还有简定 那单组样本的简定 两组样本的简定 那这部分讲完之后 其实你的几率统计大概就学的已经有差不多了 就算这学期没讲完也没有关系了 OK 所以我们待会会讲的是这些 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